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高提示高商研究所所长Jason 今天想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通过裁切的方式 来细微调节你干身的硬度 那假如是一毫木干身 通常在新的没裁之前 它都至少有46寸的长度 是足够你做一根至少48寸的一毫木的 然后通常我们的制作方式 是在尾端裁 根据选手不同的需要 它要做45.5或者46或者45寸 我们来裁到合适它的长度 但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 职业选手的规格上面有写 Tip 1 inch 就是裁掉前端一寸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实际上通常来说 我们正常见到的干身 都是握把端粗 干头端细的 那虽然干身会有不同的硬度曲线的设计 但是大体上都是越粗的部分越硬 越细的部分越软 那因此我们在裁掉前端的一段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把细的部分去掉了一部分 让整支干在同样的长度的情况下变得更粗了一点点 因此它就变得更加硬一点点 所以当你需要比现在正常的一毫木干身 还要再硬一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把前端裁掉半寸或者一寸 那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调整铁杆干身硬度的方式 比如说像KBS新出的碳素干身 包括Steel Fiber 包括Basilius很多的碳素干身 它在给我们攻防的时候的 它的长度是一致的 每根干都是一样长 然后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号数来裁切不同的前端 但是假如说我们需要这支干整体更硬一些 我们就可以前端的裁切往下切一点 变得整体更硬 然后如果我们需要比正常软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前端裁的多留一点 让它变得更软 所以就给我们攻防能够更好给选手适配的方式 如果我的干是不是全部等长来的 是从长到短的干身 像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钢干身 都是现在这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也可以进行一点微调 那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如果你用4号铁的干身来装5号铁的干头 5号铁的干身来装6号铁的干头 那你整体的干身的硬度就会下降一点 就会变软一点 反过来假如说你用9号铁的干身装8号铁的干头 那你整体的硬度就会变硬一点 通常我们叫软装1号或者硬装1号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